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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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跟诸位谈一下病苦这件事情 具足三小方便的佛陀他告诉我们 如何能够承担快乐并且远离痛苦的方法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 如果要将苦一一的消除 那是做不到的 除非你能够从苦的根源去解决他 否则的话不可能把所有的苦给消除掉 因此应该要知道什么事情造成了痛苦 痛苦的成一就是烦恼 只有当我们消灭了烦恼 来世 生生世世才可以 不需要再度的受苦 而今生所受的苦 包括疾病在内 都跟往昔过去生所造的也是有关系的 要认识到这一点 为了将来 来世不会再受苦 必须要灭除烦恼 这是我们应当建立的观念 这些参见的中国 他说的 绝对 在林文化的问题都可以往哪里 这些人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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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没有了 那些人都没有了 这些人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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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中间的 未来每个人都没有了 所以他们给绝对 这个人都没有了 displaying 多most Joseph 有了 去治療胃口德古明是 不也在 здесь 就是錢把贏金 prophesy 孢子格特朗的 留 old夏是 泥汽激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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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禁忌有毛和 stock 就有所依靠內在租、所以但被買了 所以我才知道自己是蘆蔔的 他則是蘆蔔的那蘆蔔那一、蘆蔔的那一手 是蘆蔔的那一眼 你不致用電已經用電池的, 就蘆蔔的那一眼 所以那麼蘆蔔的那是 最好的蘆蔔的, 我們那個蘆蔔的, 就讓我加油了 让我来祝福 由于我们过去不能够正确认识 烦恼是造成痛苦还是疾病的主因 所以过去生就已经造了这样子的业 今生受许多的痛苦 这是过去业的果报所致的 那么什么样子的烦恼为因造成了今生的痛苦呢? 其实就包括了我们内心当中的称心 贪欲、吝啬心跟基督心 我们在这样子的烦恼驱动之下 造成了像是我们回去 过去生可能曾经伤害他人的性命 抢夺他人的钱财 或者对他人造成许多的伤害 这些都令我们与其他的生命结下了冤寨 我们会在这方面造下了恶业 所以今生会受到一些痛苦跟疾病的补报 我们必须要去正视这样子的事情 它的起因是由自己的烦恼所造成的 先证实这个问题的起因 然后才能够就现在所受的痛苦 把它转化成为自己继续往前发展的动力 也就是所谓的痛苦转为道用 当然疾病是痛苦的一种 但是我们先要认识疾病的来源 跟自己过去的烦恼是有关的 跟自己的业 跟过去所造的业 跟自己过去所造的业 所造成的冤寨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要了解 现在所受的苦其实是在进化自己过去所造的业 是对自己来说是有益的 就像是生了病以后 如果透过手术能够康复 手术还是需要付出代价 比方说你在手术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很辛苦很不舒服 但是最终手术对你的疾病来说是有益的 或者说你在接受医疗手术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付出金钱的代价 但是最终这些都是对自己有益的 所以即使是暂时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最终对自己还是有益 那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去做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正在受苦 但是同时也在偿还过去 因为烦恼所造成的错误 或者因为烦恼所造下来的恶业 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很了解的道理 你这个背了 这是一个故事的 现在我们也知道 你自己在乔业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我们如果是一个人要继续 我明天让一天 偿让一天 我认识 我认识 什么事 这有什么事 我认识 那我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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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讆识 我讆识 甚至因為你們現在雲進入他們的口氣 雲進入他們的口氣 從蒸泡上遠跪下去 在雲進身裡,itos很有關 在雲進去。 對 приход來 bokamis 當水潮流 Start 꿈推展 但是, ropes截 walkthrough 滴道准备用来 地下杀不干吗 他们 葡营体验报 这些事 这些是 权杀不干吗 所以 马海卫对 他们的 发生不干而且 累的催 就是 这么多了 Sho 来 累的催 绝了 捞到 这些 不要 跟 就像是世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预知过去因今生做的事 想要知道过去生生世世 许多辈子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导致今生的快乐跟痛苦的话 其实就看今生所做的 所感受的这些果报 其实可以了解的 比方说我们过去因为造了善业 产生的快乐的循环 造了不善业导致了痛苦的循环 这个都跟我们内心是否有愚痴 是否有烦恼有关 因为我们的心里面不断地在起这些烦恼 或者是起的慈悲心 所以它会产生循环的效果 造了善业它就会造成快乐的结果 心里面起了烦恼 它就会不断地循环 产生痛苦的结果 那所谓的善恶业 它的判断的标准何在呢 凡是一切跟慈悲相关的事 它不管是从世间的角度 或者从宗教的角度来说 都可以算是善的 如果今天涉及的是像 称恨他人 像嫉妒心 吝啬心 这些想法的话 不管是从世间的角度 或者从宗教的角度来说 都是会导致痛苦的 所以我们首先应当认识这一点 晓得举例来言 举例而言 我们今天如果对他人 总是怀着反感 总是有称心的话 最终这种心态会导致自己的痛苦 我们先将这样子的事情 前因后果 好好地仔细思考一遍的话 那么对于现在 正在感受痛苦的程度 也就能够稍微减薪一半了 而且我们要尽量避免 一直去想着 我在受苦这件事情 不要认为好像 偏偏只有自己在受苦 仔细想想在这个世界上 凡是有身躯的 也就是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有身体的生命 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坏 所以一定会受到身体方面的痛苦 并不是只有自己而已 如果懂得这样子的道理的话 从业利英国的角度去思考 我们对于痛苦的感受 就会稍微减轻一些呢 他现在 他现在 当年把他们的 现在在 这些国家的 在这些人 现在在这些人 在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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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好 effect的 你說這些人叫び 白雲 也像new了 以這一agog來講 何어지 limiting 你的態度 怎麼這麼 그러면서 哪個手 怎麼搞脂 哪這麼偏 該什麼 想得 怎麼 你可以 這樣 兩功以三兩功以 Pour添加男生的時候 教內像是很 Little 99 讓明ich那ience時 不只都是什麼 其實有万能的 凡是一下 三buch的話 就算什麼 燒到 沒關係 上天啊 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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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所以,面对痛苦的第一件事情给大家建议就是要去思维痛苦的因因后果 第二件事情就是心不要一直放在自己生病这件事情上面 不要一直在想,我现在生病了,我现在正不于一种不好的状况 因为这样子的话,对于你能够接受疾病的耐受力就会更加的淺少 那么取而代之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如果有信仰的话,你可以看着 比方说阿弥陀佛的像,不管是画像也好,塑像也好,都可以 总而言之,你可以往外看,不要一直往内去想 不要一直想着自己身体里面是有疾病的,你向外看 向外看,然后如果有信心的话,你也可以看着前面的天空,看着虚空 观想,不管你信仰的是什么样的佛菩萨,观音也好,阿弥陀佛也好,度母都好 或者是在这个同时,你也可以放咒语,比方说阿弥陀佛的名号,观音的心咒等等 你可以把这些咒语放在旁边听,让这些咒语的力量去转化心里面的念头 让心不要一直停留在疾病这件事情上面 久了,有可能真正的,就能够让疾病得以化解 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康复的 有些时候,有些人在诸佛菩萨的大倍加持之下 他也有机会从严重的疾病当中康复的 当然,康复康复也是不一定的 有些人无法康复跟过去所造的业还是有关系的 比方说,他过去可能受了皈依戒 或者是要如何戒利欲跟誓言 然后没有好好持戒,戒律摔损了 摔损了以后又有摔损的情形 或者是他违背了自己先前所发的誓言 所以后来会受到苦难 那在这样子的前因之下导致了后来的疾病不容易康复 那这种事情是十分失诱的 人家在当民主涉及的阶段结果的 民主结果的大伤化的状态 那民主这边在这边在这边上没有了 出帝这边在这边上没有了 没关系,他们就被打算了 这边在这边都被打算了 一切都小被冒住那些人 留意地去就跚了 先向人在大海 但是很多路在洛杉磯上 但我以为那些人 interpreting 都 hasn't 把海拔带过去 很多路在洛杉磯上 就是能够跑到链上所以 那是要是不走 就是撒棉磯上 是要把整形的 就是夸戏 要开 是夸戏 作为 時期都不会去了 delivered to us arkadaşlar 昨天一个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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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者 我来说 电话 有者 années 是 往後很多個都是 四個月 Maurice的 戂頭就 在 Give吃 我們滿足的 但是 不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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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我去占占好 你是不会自己的 我被她的 我怕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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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许下 你不知道 你别说 你 要说 你 要说 要正常 要 我 要 要 要 这是什么意思 满足道 老大 至于有些人在生病以后 可能他必定会去寻求医疗 乃至于去做一些法事修法 希望能够康复 但是这件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不要只想着这些都是为了要好医好 为了健康的理由 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而且也不是说这样子做我就一定会康复 也不要只是抱着是唯一的期待 首先你也应当认识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最终都能够长生不老 都可以不要死 绝对没有人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世界上谁都难免一死 死亡的是身体并不是心灵 这一点也是雾名要认识的 我今天生了病需要接受医疗 甚至需要透过法式修法来改善它 如果说今天能够好 那跟我自己的善业 跟诸葛菩萨的大位加持 跟皈依的戒律的加持 这些是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不好的话 那么还是跟我过去的业力也是有关系的 必须要这样子认识 而且加持我今天的疾病真的严重到 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的话 那么即使不好 我也必须要为往后做考量 如果今天我真的必须要面对死亡的话 那我应该寄托的对象是什么呢 你应该想 那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应该要 去追随去向往的地方 比方说你可以多观想西方极乐世界 去意念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样的功德 常常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 常常去发愿念诵极乐世界发愿文 好好的发愿将来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今天这个疾病确实是难以挽回了 那你应该想想这样的话到底是往生好呢 还是继续这样子拖着好呢 那如果你确定对往生非常好 那我就应该发愿往生 希望将来能够生在西方极乐世界 为了能够生在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现在就要好好的为此做发愿 那么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康复的话 跟我自己一个过去的业力是有关系的 那现在好好的透过感受业报 来亲近过去的业力 对我来讲这是非常有 就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 有些人说那我是不是这样子 花费在医疗上面的这些金钱 全部都白费呢 绝对不会白费的 这些医疗还是必要的 除了对你自己的状况有所帮助以外 而且这个医疗也可以成为 对这个医疗院所跟医疗人员的一种不失 因为在一个很庞大的医疗机构当中 有多少的医护人员 他们也是需要 也是需要有这样子的金钱的支柱 他们才能够做更多帮助病患的事情 所以你所付出去的医疗费用 绝对不会是空耗的 除此之外你接受医疗 还有接受你现在病苦的现状 对于自己的疾病是有帮助的 对于自己清除业障 清除过去的罪业也都是有帮助的 就像是过去的成就者主师们曾经说过 当我们生而为人的时候 在人生过程当中哪怕是一次的头痛 他的价值都胜过 他能够禁除过去恶业的力量 都胜过在三恶道当中受苦三百年的痛苦 所以这个在人生过程当中罹患疾病 他的消除罪业的力量是很大的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认识 在人生我们的身上 在人生也一样 他在人生中常没有人 在人生的身上 他要不要接受 他在医疗里面 这些人在医疗里面 在医疗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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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 他在医疗里面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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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在業 Dad 我也是和她一起去 我可是我认为 我认为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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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认为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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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人给了六个分享 您说海外要社会学会 说 有什么 人都在学会 我以辑总也是 以кими neutron 祖宗大夫 祂 匈阿弥陀佛是 peng belief sac pe cross 祖宗大夫 riff 跪求你了 Oder 怎样 打 不comings 此外 作为信仰佛教徒的话 假设您今天的疾病 让您无法近视 那您可以借这个机会受进食的摘戒 你可以就受这个不吃饮食的戒律 这样的话也可以有戒律的功德 如果今天因为疾病的关系 没办法讲话 那您就可以受一个禁语的戒 就可以有戒律的功德 这都是属于苦行的一部分 就是借着你现在现有的疾病 就可以去受这些苦行的戒律 比方说佛教里面有一种八观摘戒 也叫做禁食八观摘戒 过程当中需要禁语跟禁食 你就可以借着疾病的机会 采取这个受戒的行动 像这样的八观摘戒 它可以针对受病苦者 这些病患来说 对外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就像是我们宗派的祖师 几天送公 几天送公祖师 他当初也是得了难以治愈的疾病 他的疾病非常严重 人变得非常的憔悴 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说 他必须一定 他没有执着于我 一定要康复 并且他非常努力地在修行着 所以我们要借着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来领受八观摘戒 然后呢 平常多去看佛像 多去看佛的形象也好 画像也好都行 手中有的话 就拿转金轮多转多用 然后呢 像我们有给这个 见解脱的手环 可以带着这个对自己有帮助 还有听闻解脱的这些咒语 也可以常常听 乃至于这个触解脱 触解脱可以带在身上 将来这个 如果说有照一日真的会面临死亡的时候 这个触解脱 如果跟亡者一起火化的话 对于许多众生 除了亡者本身以外 的许多众生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重点是当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 不要忌讳死亡这件事情 要去正视死亡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一直想说我非得康复不可 我绝对不能死 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害怕呢 因为害怕的主因是因为强调自我 我们认为我一定要康复 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疾病 我如果不好的话就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你非常强调我必须要康复 所以另外一方面你就会想到 加时我不能够康复那怎么办呢 你就会很担心 其实那个焦虑那个恐惧心是来自于 我一定要如何如何的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自我的观念非常强的话 恐惧心是绝对摆脱不了的 因为我们心里面一直在想 我如何如何的时候 就一定会强化那个恐惧感 所以我们与其一直去想自我如何如何 不如转个念 多去想观音 多去想度母 多去想诸佛菩萨 当你的心一直在想诸佛菩萨的时候 对自我的关注就会减少 这样的话你的恐惧心也会减少 所以除了正式死亡之外 也不要一直去想 我非得康复不可 嗯 等下我们这种特别的 所以我们大伯菊的习生了 对我来的时候 我说是康复了人的 菊萨的梦中啊 佛菩萨 对谁的梦呢 人家的梦啊 我们再继续在梦呢 这梦呢 这梦呢 我说了 你 decir你的 德州 德州 GMO 德州伍版的東西 德州沙 apron 德州沙ソhh وب那種 敦州仍旁也不 checklist 德州特州仁也不说 德州 德州运州 德州 educated 中文字幕提供 就祈祷的目的 照顧的项目 成为生日和福音的消息 利用促语的蒙真逾了 也有一点大笔的 尤其是价格来开室 都是家装草和庐行为的 我们都要搞定了 我们都要去找双尔兰的 片子的尊重 我叫她和你 你女人 你ppo 你 你 这些人都能够带来快乐的 这些人都能够带来快乐的 这些人都能够带来 这些人都能够带来快乐的 过去的祖师们也都曾经说过 如果真正懂得佛法的话 那么即便受苦 最终也能够带来快乐的 什么叫做懂得正法呢 就是晓得现在痛苦的来源 痛苦的成因为何 其实我们的痛苦就如同先前所说的 它来自自己内心的贪嗔痴 痴散毒烦恼 我们现在的痛苦的是 过去夜更烦恼的结果 而它的根源是来自我 由于自我的观念太强了 所以我们产生贪欲 嗔恨跟愚痴心 那贪欲会造成我们体内的气方面的运行不顺的疾病 痴心会造成跟我们的肝胆功能相关的疾病 然后鱼痴会造成内分泌方面的疾病 所以我们的贪嗔痴造成了体内的各式各样的疾病 这是痛苦的疾病病苦的主要来源 那么为什么会有贪嗔痴呢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缺乏智慧 我们不晓得什么是正确趋势的道理 所以产生烦恼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烦恼就是造业 因为造业就会感受痛苦果实的成熟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 人们在贪嗔痴三毒当中 所以我们应当要认识 我所需要摆脱的实际上是自己内心的贪嗔痴三毒 你能够建立这样的观念 就叫做具足智慧 晓得我应当摆脱的就是三毒烦恼 然后再采取具体的方法 具体的方法就是多发慈悲心 以慈悲心来看待自己所受的苦 看待自己所受的疾病 常常这样子去想的话 总有一天你会觉得 比起来好像有痛苦也是蛮好的 有疾病也是蛮好的 当然这个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在运用这些方法 在面对疾病跟痛苦的时候 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它是蛮需要磨练的 但是你可以尽量的让自己的心 不要一直往内索 尽量的往外看 去看佛菩萨的形象 去意念佛菩萨 比如说你如果对阿弥陀佛 对观音有信心的话 你多去看那个像 不要一直在想自己的心里面的状况 不要一直去想自己的疾病 如此一来你多看佛菩萨的像 多去意念佛菩萨的话 你的心会比较容易放松的 这对病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此外刚刚提到的 多念极乐世界发愈文 多做发愈文 然后能多播放佛陀的话语 包括咒语的这些录音 多听对自己都是有帮助的 对于自己 启发慈悲心跟菩提心 都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当你内心当然对于因果业力的道理 能够有更深的理解 更好的接受的时候 你的状况也会越来越好 这些异商所讲的这些道理 对于病患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些ced程我 founders 都是没有人做到这些 books Hast peur的 这是说 tudo 你说你说你文 drawing 学生学学的 学往 你make这些学 lequel 怎么用学 am 因为什么 就知道 就是 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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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肯定崩出了 在胸部 我不肯定河 医华贼一社医院的周恩人 след order 性徐涯童话 生徐孟actus就是 南医 Johns kau这种 这鼻上地 いて 他们在《翻无耻》 packed 日本和共产生 One到ικ 出席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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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伤害都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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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伤害都是伤害的 我看这个伤害的 我看这个伤害的伤害 如果现在没有生病的人 也不要认为说 我身体很健康 我没生病 所以这件事情跟我有关 其实不是这样子 你更应该要晓得烦恼 其实就会带来痛苦 现在没有痛苦 只是它还没有成熟而已 最终我们都有烦恼 所以从烦恼而带来痛苦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再来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理解 烦恼跟我们的身体状况 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像刚刚所说的 贪嗔痴会造成身体的疾病 因为它会促使我们身体当中的 地水火空空的运作不协调 那就会造成疾病了 比方说像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 寄生虫跟很多的细菌 那当我们讲细菌的时候 它也有分为好菌跟坏菌 坏菌的数量如果多不好菌的话 对于我们身体就会造成危害 它就会破坏身体里面的自然平衡 就会导致疾病 那坏菌怎么样会增多呢 当我们的称心烦恼非常强的时候 就会滋养坏菌的增生 就会让坏菌胜过好菌 那么如果心里面是有磁心跟悲心的话 那好菌在身体里面就得到了滋养 它就不会被坏菌给压制过去 所以身体的平衡跟我们的内心状况 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心里面有强大的磁心 关怀其他众生的磁无良心 心总是非常宁静 非常安乐祥和的话 那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处在一个均衡的状态 因为我们地水火空空的身体组成的元素 它就会处在一个均衡的状态 可是如果今天心里面是烦恼的话 都是愤愤不平的一些敌意 对他人的反感的话 这样的敌意会造成内心的冲突 它也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地水火空空 五大种元素的运作 那就会失去平衡 失去平衡以后身体就会出状况了 我们应该要晓得外在的世界地水火空空空 五大种跟内在的身体的地水火空空空 五大种以及内心的贪嗔痴 傲慢嫉妒五种烦恼 都是密切相关的 他们彼此都是有关联的 我们心的本性是五种本来的智慧 但是那个智慧如果是处在一种不成熟的状态之下 它就是五毒烦恼 就是刚刚所讲的烦恼 可是如果它是成熟清净的本质的话 实际上就是佛 五种烦恼就是五方佛 然后所谓的地水火空空五大种元素 它的本性就是五方佛的佛母 这些都是清净的佛菩萨的境界 只是清净于佛 有没有成熟而已 要有这样的观念的话 那我们看待自己的疾病 看待自己跟外在的身心关系 就会更加清楚 如果我们的内心的状态是成熟的 那我们本来就具足智慧 如果内心状态是不成熟的 那么我们就拥有烦恼 就像是智敦马尔巴大师他曾经说过 我的五蕴生他在不成熟的情况之下 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 可是在成熟的情况之下 他就是能够救护众生的本尊 就是佛菩萨 要这样子去思考的话 我们就晓得我的疾病从何而来呢 即便是跟自己的烦恼息息相关的 只要有身体自然的会感受到 疾病跟痛苦 那他最根本的来源 是来自有内心的烦恼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 转变烦恶 努力的去消除烦恼 努力的去修持慈悲心 去思维因果业力的道理 他的原因在此 那你把他给过了 大国家的时候就凭起步 由于上经讲了 这个能力起步级 这些人呢 这些老八家呢 这些能力没有 确切老八家的 能力去一对老八家的 平衡切油的 所以我们这些 这些伤害的地方 所以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这些 他说咱们那个 贼心都没有 所以我们这些老油的 这些人把这个 我因为有个大事 所以我们切不住 你殺的人口臊的 我都吹過三年了 再來就是照顧病患的照顧者 應該不要一直想 我這樣好累,好辛苦 應該也要想到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累積福德的機會 因為不管你今天照顧的是病人 或者是長者 他的能夠累積福德的功德利益 都是非常廣大不可思議的 比起去照顧一個健康 比起照顧一萬個健康無病的人 照顧一個需要幫助的病患 他的福德功德利益都是更大的 在我們還沒有成福之前 我們都需要福德 所以有機會能夠照顧這些需要幫助的 年長者跟病患 你作為照顧者盡量的去想 這是對於我來說 一個很好的培養廣大福德的機會 而不要一直去想說 這樣好辛苦 所以,今天为了要能够加持病患,所以特别修这个翠波金刚陀罗尼,以及要是佛的这个医生。 为此作发愿。 为了要能够加持病患,所以特别修这个医生。 为了要能够加持病患,所以特别修这个医生。 为了要能够加持病患,所以要能够加持病患,所以要能够加持病患. 。 喀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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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 我愛你 嗯 A vala vala Danga Beta A vā mā lā mā t'hi vōrbē A vā mā mā t'hi vōrbē 我们要不要看 但是我们要看 在我们的看 我们没有看 我们会去看 我们会见 这就是 这就是 人所见的 这是 我们现在 到 我们 这就是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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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在哪儿 只板着你 用这个楼 你拿的 什么 这些 再问一句 你为什么 我说 我说 这种 就 我说 如果 他 他 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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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